我是高曉生 上海浦東香格尼拉大酒店中餐行政總廚 松鼠鮭魚是一道傳統的大菜 我們做這道菜時 魚肉 改刀和爐盒炸魚 這兩點非常重要 醬汁要提前備好 等魚炸好 我們可以淋在魚身上 這樣才能保持口感鬆脆 首先做糖醋汁 白醋 白糖 飯牙沙絲 梭梅醬 用小火熬製醬汁濃稠 盛出備用 做松鼠鮭魚通常選用 一斤八兩 到一斤鮑魚為最佳 因為它炸出來以後 比較飽滿 下面開始改刀 鮑魚鋸頭 切下魚腮幫子留用 松鼠鮑魚的頭部 是用這部分做的 再把魚兩側的魚肉片下來 魚尾要黏著 然後去掉魚鍋 魚肉需要打花刀 先順著魚肉的紋理 沿著一個方向斜刀 然後換另一個方向斜刀 片側交叉的刀紋 隨著紋路的深淺下刀 做著它的魚更加整齊 接下來的話我們開始準備醃魚 雞蛋加了蔥農 薑農 鹽 白胡椒粉 料酒 攪拌均勻 放了魚肉 魚腮幫子上漿醃製 熱鍋起油 油要多一些 等油溫燒至六成左右 將魚肉和塞幫子裹上生粉 改刀處的縫隙也要細細地抹勻 塞幫肉比較厚要先下鍋炸 然後下魚肉 炸魚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魚肉下鍋要快 生粉才不會因為時間過長被蛋液吸收 魚肉才保持水分 炸好的魚肉也不會彼此連接 炸到外層金黃 撈出裝盤 最後將期前熬製好的糖醋汁加了一下 加少許水定粉勾芡 淋在魚身上 撒一點松脂 外脆擬嫩酸甜口口的松除鮭魚就做好了 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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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